首富的手段 蛮狠辣的 我就想说 你就趁着侯友宜要到日本的时候 就一个屎盆子这样扣下来 坦白说了 我现在是非常同情侯友宜 他人在日本 你叫他那个心怎么安 然后要挽回也无从挽回 然后这么狠 对不对 在这个时间点 那另一边 郭台铭是意气风发的 要去美国见谁 还要发表一些话 有的没有的 那临出门前的更狠 是说他还放话 他未来一个月要干嘛 全国祈福啊 意思是说我把你离岛 我把你南部 我现在挖到中部 我在北部 我全台湾挖光光 尤其最重要 他讲了两个字 又有资源 资源啊 注意他讲的话 资源是什么 公民党没材料 侯友宜的母亲没法到 他也没党散了 我一年鼓勵就九十二亿 来来来 小鸡过来过来 地方派系 来来来来 地方派系要资源嘛 对不对 那小鸡们也要资源 然后呢 那个有郭芬的票拿来越多越好 所以你们都来来来 所以只要郭台铭保持这种自由之声 没有宣布参选 他保持到最后一刻 他就是每天在不断的掏空 国民党 我问一下 朱立伦今天有没有动作 我好像没看到朱立伦 我我跟你讲 用狗 我觉得现在是这样 金小刀在放话 放刀 要整次党计 朱立伦在干嘛 在放水 谢鼎在干嘛 在放火 这个党不是这个样子 不过到我们录影为止 好像没有听到朱立伦出来讲话 你有听到吗 国民党中央的讲法是说 党中央有发了一个讲法说 希望能够跟谢鼎鼎 一起完成政党轮替的这个 不是 这个什么话 你要朱立伦要出来讲话 而不是用一个新闻稿 代表国民党 不是这样子的 而且用狗 朱立伦要出来讲话 因为这是重大事件 这个话有玄机 什么叫一起完成政党轮替 他不是说一起完成国民党重返执政 一起完成政党轮替 也就是说 只要能够把民进党拉下来 跟谁合作都可以 伟姐 我还是很疑惑 国民党就这样简单 发一个声明就算了 朱立伦不必出来讲话 金小刀不必出来讲话吗 我觉得这么重大的事情 主事者 党主席 这是议长 不是普通的一个议员 党主席可以不出来讲话 然后就用个新闻稿 然后到现在为止 到我们录影为止 没有听到朱立伦讲话 没有听到 那个侯伴的金小刀讲话 这个我也很纳闷 他为什么不出来讲话 按照永哥讲的 我也 我个人认为 不管是党主席 或者是这个进办的这个执行长 或是等等 应该要出来 对这事情有一些的一个评论 但我觉得第一个 他的态度要出来 但我觉得第一个 事事事事发的太过于突然 因为这样本来可能是压二十四号 可能想说已经 或许我在猜啊 或许之前是已经先安撫好了 没事了 哪知道他现在延后了 又又又又把他丢出来 那我觉得私底下的沟通 是一定有的 那只是说你说场面上 我想大家还是因为希望说 因为国民党就这样子 有时候还是希望以和为贵 所以大家希望可以沟通 可以协调 所以我想一开始 我们的党中央或是进办 一定是以尊重的一个态度 说没关系 我们尊重他的一个意见 但是我觉得事后 会不会做一些沟通 跟调除 我认为是一定会的 只是说如果真的到最后 还是做不了 或是说真的没办法挽回 我想党中央或者是主席这边一定会有他的 人家都已经退出了 你们要怎么挽回 这第一个 第二个我坦白讲 我如果谢典玲 我本来看你没有 国民党没有要挽回 他声明是说 谢典玲因为不想被人见缝插针 而不得不得做决定 表示尊重跟惋惜 那见缝插针就是国民党自己拒绝 说他跟郭忠平站在一起 然后把责任推给说 那都是什么犯罪 阵营在那边做的事情 那他说尊重跟惋惜 就是没有挽回的意思 注意看 尊重是什么 不然你就放你去 你就去 然后再来一起政党輪替 大家再注意点 政党輪替 不是从不是国民党重返执政 所以这个政党輪替意思是什么 你让他做负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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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到时候 或是顾台民吃去都没关系 或是让柯文座吃去都没关系 这才叫做政党輪替嘛 我要问的就是说 为什么党主席的态度 没有出来 一直到我们录影录影 现在录影为止 也许我们录完影播出之前 朱立文人出来讲话 也不一定 我们要先让大家了解这个时间的差距 不过到现在为止已经下午 拜托四点五点 怎么都还没有出来讲话 这是个态度